我觉得台湾给我最大的感觉 它除了因为我常说它像我第二个家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的作品 在这边发布的时候 它是能被接纳的 比如说我写了一首《鬼岛》 那个《鬼岛》是有酸啊有捧啊 那这种歌不但没有被骂 也没有被封杀 没有被关号也没有被下架 然后而且还让我入围了 金曲奖之下年度歌曲 然后这一次也是因为疫情 也是因为够了 所以我就想要做另外一个题材 就是叫鬼才做音乐的概念 就是它因为 它鬼才嘛 因为这个鬼才这个名字是 之前我刚来台湾发展的时候 台湾的经纪公司帮我想的 就想打一个名号出来这样子 然后可能不像天才就叫我鬼才 类似这样一个意思 后来就很多人就这样叫我 就出场的时候 诶 鬼才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这张不如 因为他们做鬼才肯定是有一些 idea上的东西 就比较有想法 所以我就把它做一个鬼才做音乐 那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鬼才做音乐 哦 就鬼才跟你在那边做音乐 那概念 因为一般上做音乐 其实我们如果在同行就知道 其实蛮辛苦的 就是一天到晚要做都没有睡觉 然后一天到晚 而且没钱吃饭 刚开始的时候就会很惨 然后要挨饿 然后会挨穷这样子 所以对啊 就做音乐很不容易 就很惨啊 就是有点戏虐我们做音乐的人 就有些做的很惨 那时候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 那时候就开始做了 就真的是一直搬家 然后住在那种顶楼夹盖啊 不然就是停车场下面啊 那种你知道吗 就是 就很烂的地方那种视频 一开门就撞到床那种 就很像 对 然后那个厨房在床枕头旁边这样 就是这种 我就穷到快被鬼抓走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专利点是YouTube YouTube的发明 因为那时候我在写歌的时候 写了200多首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 要来台湾卖歌 那时候因为我在马来西亚 高中毕业过后 想要找大学 那我就选了台湾嘛 因为我知道 我写了那么多歌 也没地方卖 我发现到台湾那边 其实学费是比较便宜啦 跟其他国家比较钱 是是是 因为我比了几个国家之后 这个是一点啊 要省钱 然后台湾可以打工 对很多国家是不允许外国 外国学生打工 可是台湾是OK的 第三点就是可以卖歌 就是我到处就send demo 寄我的歌给各大唱片公司 就我几乎每年都会寄一两次 然后都没有了无音讯 然后后来就有了YouTube 我就觉得 搞不好可以把我一些卖不出的歌 比如说有彰化啊 或者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的歌词 因为那种歌肯定卖不出 我就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 我觉得那个是我最大的转捩点 因为我一放上去过后就引起了一些轰动 在马来西亚那边 然后也上了台湾的新闻 可是其实到今天为止 马来西亚还有一些人的印象还停留在那时候 他就是那个彰化歌手嘛 对啊就是教坏小孩啊这样 他们到现在喔 就是哪怕我已经拿了很多奖 或者是出国到处去比赛什么 他们还是会这样子来评论 就啊那个人的歌不要听啦都是彰化这样 他们都没有听就这样 对不起伤害了你 传了你的感情 我听见有个声音 是玻璃心碎一滴 对不起是我太任性 唱这话总让人相信 我是不该太直白 唱着的I'm so sorry You're on research 说的话 因为那时候那个陈芳宇的公司 他们就说我们来合作啊 要不要唱一首歌 是他们来找我们嘛 然后我就想说 诶哇不错耶这个 因为陈芳宇很强 他很会唱 他唱公司没有话讲 然后他很会唱之外 我觉得他很大胆 就是他尺度 他的尺度是包括他的歌声的尺度 跟他的内容都可以很大胆 那我就觉得说 诶难得大家一起来合作 那我觉得不要浪费 那我就先跟他们沟通尺度的问题 说你们可以到玩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就来玩好玩大胆一点的东西 然后后来他们做OKOK 什么都OK这样 我就想你OK是吗 你要OK 那我就来写啊 然后写了我就把歌词寄给他们 结果他们公司就很开心 就哇 刚才那个歌词好笑哦 这样 然后我们就来 他们就开心我 他们开心我就开心了 我们就来做了 那就来拍了 而且那个陈芳宇很喜欢粉红色 然后我们就是 我们整个MV都拍粉红色这样 就很开心 然后就说 就那种歌是叫玻璃心嘛 就想说 其实这首歌它创作的概念是 这首歌写的是 它我是一首甜蜜情歌的概念 就是情侣之间打情骂俏 那种概念在写 所以它是R&B 然后浪漫 然后会有梦幻的感觉 然后它的概念就只是这样 然后它的内容就是说者无益 听者有心 所以它歌名它叫玻璃心 所以我唱的东西呢 都是说我在讲我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或者是我看到我经历的 或者一些现实中发生的东西 那我讲了我没有要伤害你 可是你就玻璃心了 所以它这首歌包括创作跟观众的反应也好 或者甚至有人骂或者有人赞 有人包有匾 然后甚至被疯或者被封杀 被禁都好 对我来说都是创作的一部分 它是整套的你知道吗 它的反应 包括你的反应也是我创作的一部分 你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才会在我上传的那一天 把我的微博的那个连结 我把歌曲上传到微博 再把连结放上去让大家去看 因为我就算这个微博如果没有事情的话 大家还可以看到下面的留言 那也是一种反应 那到最后它被禁的话 或者被关掉 那也是一种反应 你知道为什么 它都是属于创作的一部分 这个就是玻璃心的精神 对我来讲 从来没有澄清过那个歌词 在讲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 就不是整个创作的一部分 就你总不可能叫一个电影导演 站在戏院那边 拿着麦克风 一直按暂停 然后跟你说这一幕在讲什么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没有意义了 对 我觉得台湾 给我最大的感觉 它除了 因为我常说它像我第二个家 因为我在那边住真的很多年了 然后也工作啊 然后这边都很适应 包括吃啊住啊 连我最讨厌的天气 我都已经适应了 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台北嘛 常常会闷闷的 而且又下雨 因为我马来西亚没有冬天嘛 所以这边也是很冷 有时候受不了 可是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 我的作品 在这边发布的时候 它是能被接纳的 对 哪怕是那个歌是充满脏话的 或者在干扰某些事情 甚至牵扯到一些社会案件 或者牵扯到政治一些东西 那这边的接纳都是OK的 那 像之前我比如说我写了一首《鬼岛》 《鬼岛》 《鬼岛》是 就是有酸啊 有捧啊 有彩啊 就是很麻辣的一首歌 就跟短地校长合作 那这种歌 那不但没有被骂 也没有被封杀 没有被关号 也没有被下架 然后而且还让我入围的 进去讲这些年度歌曲 你知道那感觉吗 就很多人就拿这件事情 你看这种歌还可以入围 你知道吗 如果在一些其他国家 他早就被封或者被抓起来 早就被关起来 对啊 因为在马来西亚 我因为创作已经被抓了很多次了